小姐 路遥小姐要见你 嗯 她知道我干什么 别过来 就站那儿 有事快说 没有 开始我还纳闷 你怎么治好了你的恐鸟症 现在我终于知道原因了 人都是会进步的 我能克服我的恐鸟症 说明我也能成为更好的人 你确定是变成人 而不是变成鸟 不是变成大城 你怎么不袭击我 想干什么 你 你不要过来啊 你不要伤害我 不然我就把你的秘密说出去 我告诉你 就算你把我的事情说出去 我也依然要回蓝宇 为什么 你不怕别人把你当成怪胎吗 因为我不会放弃我爸妈的心血 反正我也剩下不够十天 你想说就说出去吧 什么不够十天啊 所以你八天以后就会永远变成鸟 这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我 给我的惩罚 这惩罚也太狠了吧 以前我对其他人不是更狠吗 现在算是自作自受吧 所以 你想说就说出去吧 我只希望在最后的日子里 能给蓝宇再做点什么 算了 把你的秘密说出去 蓝宇的股价肯定会暴跌 从公司的利益出发 你的秘密我就守着吧 你真的不会说出去吗 你别误会啊 我还是很讨厌你 但是我不会做损害蓝宇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石膏给新华 我说了我没有 我藏你的手稿 是为了不让你出风头 但是出卖给红尘昊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但内鬼邮件就是从你的邮箱发出去的 我技术部都调查不出 你又怎么知道 你忘了我可以变成鸟去调查吗 所以 那晚你飞进红尘号的办公室 找到了内鬼发的邮件 对啊 就是从你的邮箱发出去的 那也可以是别人用我的邮箱啊 有小微 小微 总监你回来了 到底去哪了 什么去哪了 小虎 是时候展现你真正的技术 好嘞 大功告成 我已经恢复了被删除的内鬼邮件 原来你才是内鬼 本人 既然被你们抓个震着 我也不想解释了 没错 我就是新华的人 你是红尘号派来的内鬼 别内鬼不内鬼的叫的那么难听 商业之间互拍内映 不是很正常的吗 蓝宇对你不错 你为什么要帮胡陈昊对付我们 你们根本不懂什么叫爱 为了陈昊 我可以为他做任何东西 所以你来这里 就是为了盗取我们的商业机密 除了这个 我还需要做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理解你们两姐妹 难怪你引我去和红陈昊见面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们姐妹不合 蓝宇就会内认啊 当然 不是我让你们不合 是你们本身做不合 我只是在这上面轻轻飞了一次 看见你们吵了天翻地覆 陈昊的目的就达到了 你们带小薇去趟警局 我们要起诉她 你们带小薇去趟警局 好了 现在真相大白 你们两姐妹应该也知道 内红的后果了吧 姐 是我错了 对不起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有用吗 就像 我做了那么多措施 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就能弥补吗 你别跟我那么亲你 我在工作上愿意跟你并肩作战 在私人情感上 我还是特讨厌你的 给你台阶你还不下 讨厌就讨厌 我也公私分明 工作上跟你一起搞好蓝宇 但是下班之后 你可别得罪我 好了 以后蓝宇 我们齐心协力就好了 你怎么办 明信 你怎么了 难道 你又有 难道什么 明信 明信 你到底怎么了 你让我走吧 我们不舒服 汉哥 你就放手让他走吧 不 你们到底有什么瞒着我 没有 不 我不会再看你 你会的 汉哥知道真相 还会爱你吗 芸汐 芸汐 汉哥你快追回他 我说好了每天要准时下班 你给再多的加班顾问 干 烦了你 我要下车 田少爷 不好意思 小姐不在家吗 芸汐 这就是你的秘密宝 是 是 是那样 定定一地 凭见断续的愁气 无法说出口的声音 越几段 风筝轻 一落进眼底 当空击也迷乱 越残喘越是心窜 我走向有关于你 疯狂 弄尽的回忆 封锁一切 有关 我走向有关于你